你们想一想,你教育的人,你教的人,未来他成为魔鬼,还是因为你曾经教过他,你是有犯罪感的,你还是觉得无动于衷呢? 而因为你披护,保护这些恶人,让这些恶人继续统治我们这些穷人老百姓的孩子,搞那些学校暴力,玩弄这些老百姓,造就一个个的杜明辉,戴永阁,曾伟,肖建华,是所有的田国立,康典,姚庆,冠军,刘成杰,还有这个王健, 陈锋这种陶子宫的,是吧?你们觉得你们所有的这个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成为田伟这号人,这个社会还有进步吗?人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